对于蒋介石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身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 他的一生本应风光无限 但蒋介石却在后来走错了路 使得他之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随着辽沈 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的结束 蒋介石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就此落下了帷幕 南京政府被推翻 蒋介石被迫逃亡了台湾 自此之后蒋介石便落入了他人生的最低谷 到了晚年 蒋介石整日郁郁寡欢 每次回顾自己的这一生 都会后悔自己曾经做过的三件事 爱错一人 杀错一人 放错一人 那么这三人究竟是谁 又为何会让蒋介石晚年如此后悔呢 蒋介石是浙江城凤化县人 他原生家庭还是比较富裕的 但是在蒋介石八岁那一年 他的父亲蒋兆聪因病去世了 蒋介石的母亲王彩玉是父亲的第三任妻子 性格天生就有些软弱 蒋兆聪还在人世的时候 王彩玉就管不了蒋介石 那个同父异母的大哥蒋介青 如今蒋兆聪一死 他就更加不敢管他了 蒋兆聪才刚刚下葬 蒋介青就提出了分家 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 所以即便他的行为非常过分 蒋介石也反驳不了他 最终蒋介石的大哥 瓜分走了家里大部分财产 只给蒋介石和母亲留下了几亩薄田 让他们母子勉强度日 从那以后蒋介石的生活一落千丈 曾经吃穿不愁的富家公子 一下子变成家徒四壁的穷乎小孩 这样的事实让蒋介石一时间很难接受 但如今这个家里除了自己 就只剩下瘦弱的母亲了 如果他不努力 日后母亲也倒了 可怎么办 所以即便日子再苦 蒋介石也仍旧每天努力学习 家里虽然贫穷但王彩玉却非常支持孩子读书 通过长期的刻苦奋斗 蒋介石成功从龙金中堂学校顺利毕业 并且还获得了出国留学日本的机会 在到了日本之后 蒋介石在朋友陈其美的介绍下认识了孙中山 后来他加入了孙中山成立的同盟会 自此蒋介石正式参与到了反清政府的革命活动中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 蒋介石和陈其美奉命参与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 后来袁世凯去世 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 孙中山病逝后 蒋介石成为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 抗日战争结束后 蒋介石发动了内战 将彼时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和人民 再一次推进了战火当中 1949年国民党溃败 蒋介石逃往台湾 从此再未踏足中国大陆半步 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总统 在近代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后人对蒋介石的看法也各有不同 说到蒋介石爱错的那个人 就要从蒋介石去日本留学的时候说起了 蒋介石刚到日本留学时 一个巧合让他认识了戴季陶 两人一拍结合结伴进了日本的同一所学校读书 蒋介石和戴季陶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 两人在第一次见面时就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再加上戴季陶也是浙江人 这就更让蒋介石离不开他了 后来两人还结拜为了兄弟 但那时的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后来他们竟然爱上了同一个姑娘 彼时的两人都很年轻 正是渴望爱情的年纪 而他们也确实在后来都有了喜欢的女孩 但很不巧的是 他们喜欢上的女孩是同一个人 这个让蒋介石和戴季陶同时爱上的女孩 名叫金渊美智子 一提到这个名字 想必大家都猜出来她是一个日本女孩了吧 可美智子可不是一般的日本人 她还是当时日本非常出名的黑龙社的成员 她不但长相出色 身材更是十分火爆 要不然蒋介石和戴季陶 也不会全都拜倒在她那精美的和服之下 蒋介石和戴季陶同时爱上了美智子 身为彼此的好兄弟 他们自然瞒不了对方多久 于是两人在发现对方的心思之后 选择了开诚布公 他们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坐下 谈了很长一段时间 最终他们都不愿意为好友 放弃喜欢美智子 决定两人公平竞争 谁先追到了美智子 谁就抱得美人归 当然另一个就要放弃 于是蒋介石和戴季陶同时对美智子 展开了猛烈追求 两人虽然身份背景都差不多 但无论是在样貌上 还是在情商上 戴季陶都要比蒋介石高上许多 这样一看 蒋介石成功将美智子追到手的可能性 就低了很多 果不其然 美智子最后还是选择了戴季陶 和戴季陶成为了一对爱侣 戴季陶和美智子在一起后 两人经常会一起出去约会 有时在外面一待 就是一整天 蒋介石在知道这件事后 虽然很是难过 但也并没有因此恨上戴季陶 戴季陶和美智子相爱后不久 两人就同居在了一起 在这间两人共同居住的房子里 戴季陶和美智子每一天都过得很开心 但这样的幸福生活 两人还没过够 戴季陶就跟随孙中山先生回国了 将美智子一个人留在日本 而戴季陶走后没多久 美智子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处于对戴季陶的爱 美智子纠结了许久之后 选择了生下这个孩子 孩子出生后 美智子带着这个孩子去了中国 去寻找戴季陶 但美智子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戴季陶已经在国内结了婚 戴季陶这位妻子非常强势 把戴季陶管得非常严 如果让他知道戴季陶在日本有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还跟他生了一个男孩 那他绝对要闹翻天 美智子来到中国后 带着孩子找到了戴季陶 当再一次见到戴季陶时 他才终于明白 原来他早就把自己给忘了 还在国内和别的女人结婚了 得知真相的美智子勃然大怒 一气之下将自己辛苦怀胎十月 生下的孩子抛弃在了中国 自己一个人回到了日本 戴季陶家里有一只母老虎 要是将这个孩子抱回去 那绝对是要闹得天翻地覆 所以无奈之下戴季陶只好找上了自己的好兄弟 蒋介石 请求他收养这个孩子 不得不说 蒋介石还是非常讲义气的 面对自己的好兄弟苦苦相求 他在犹豫了很久之后 还是将这个孩子收养到了自己的名下 并给他取名蒋伟国 他之所以会收养蒋伟国 除了好兄弟的请求之外 也有蒋介石当时仍对美智子有感情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而到了晚年他后悔自己曾经喜欢过美智子 恐怕也是因为收养蒋伟国这件事 如果当初他没有收养蒋伟国 蒋伟国也就不会在之后威胁到自己亲生儿子的地位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讲蒋介石杀错的那个人 蒋介石杀错的人就是杨虎成 在西安事变中杨虎成是真正的主角 是他主导了整个西安事变 所以在那时蒋介石的眼中 杨虎成才是那个带着其他人一起背叛自己的主犯 其实在这件事之前 杨虎成种种行为就已经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这件事发生后 蒋介石更是恨不得杀之而后快 但是那时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空前高涨 张学良和杨虎成发动西安事变 就是为了劝劲蒋介石和其他人一起联合抗日 顺应当时的民心 如果蒋介石这个时候杀掉杨虎成 那么势必会遭到全国人民的不满与抗议 所以在宋美龄以及何应亲一群人的不断劝说下 蒋介石决定暂时放过两人 但暂时放过并不代表蒋介石 不会换个法子追究他们的过错 事变之后 蒋介石亲自召见了杨虎成 免去了他的所有职务 让他去欧美考察他国的军事 杨虎成就这样被蒋介石送到了国外 而他的第一站就是美国 在这期间 七七事变爆发 欧国开始了全面抗战 但即便如此 蒋介石也仍然坚持让杨虎成留在国外 不让他回国 后来杨虎成在到达英国时 收到了宋子文的来电 宋子文告诉他 他可以回国了 因为是宋子文亲自告诉他的 所以杨虎成便以为是蒋介石受益的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根本就是蒋介石投下的一个诱饵 杨虎成坐轮船到达了香港 并在之后和戴笠一起乘坐专机飞往南昌 但就在飞机即将起飞前 戴笠却突然说飞机太小 两个人坐不下 让杨虎成一个人坐这架飞机 杨虎成上了飞机后 立刻被蒋介石提前埋伏在飞机上的人抓了起来 自始之后 他彻底失去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杨虎成一家人就这样被蒋介石 关在了贵州的玄天洞道观里 这一关就是整整十几年 在这期间 他们被严令禁止 踏出房门 一旦有想要走出去的样子 就会被守在门口的特务们严厉呵斥 有时候甚至还会直接鸣枪警告 长时间的囚禁 让杨虎成的妻子逐渐变得精神失常 最终实在无法忍受 选择了吞金自杀 而杨虎成的儿子 更是在这十几年里苍老了几十岁 明明处在还称不上老的年纪 头发却全都白了 1949年的9月6日 杨虎成被秘密转移到了 哥勒山林松托代公祠 在那里杨虎成得到的消息是 他即将就要被释放 这次转移只是为了交代一下与之相关的事宜 所以杨虎成一路上都显得非常高兴 但他不会想到 只是蒋介石对他起了杀心 在到达代公祠的当天 客户们让杨虎成留在会客厅 把杨虎成的儿子带进了卧室 杨虎成的儿子刚一进卧室 两把尖锐的刺刀就向他刺了过来 随着一声尖叫 心血溅得满地都是 杨虎成听到叫声 急忙往卧室赶去 刚一进门 他也和他的儿子一样 当即被杀死 就这样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这一天 杨虎成父子都被残忍杀害 除此杨虎成之后 全国人民都在斥责蒋介石的心狠手辣 连这样一位爱国将领都不愿意放过 人们的辱骂像山一样压在蒋介石的身上 让他连头都抬不起来 民众还没骂多久 蒋介石就坚持不下去了 他开始后悔当初处死杨虎成 如果当初他没有那么做 就不会遭到民众的如此唾骂 蒋介石是蒋介石的大哥 两人虽是兄弟 但却同父异母 他和他的大哥相差了足足12岁 两人的年龄虽然相差很大 但是在蒋介石小的时候 这个大哥还是对自己不错的 可是两兄弟之间的和睦 在父亲去世的这一天被彻底打破了 彼时的蒋介石已经成年 父亲既然去世了 那这个家也就该分了 身为家里的长子 蒋介石理所当然的认为 自己应该分得家产的大部分 所以他一个人搜刮走了家里大部分的家产 只留了一小点给蒋介石母子 让他们能勉强维持日常开销 当时的蒋介石只有八岁 因为家庭的贫穷 蒋介石身上总是穿着补丁 打了一层又一层的衣服 这让他的形象很是邋遢 但即便生活在乎 蒋介石也非常热爱学习 在母亲王彩玉的权力支持下 蒋介石以优异的成绩 获得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母亲就算是变卖家里所有 也要供蒋介石去日本 这一切蒋介石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而他们家知足也会这么穷 都是蒋介青造成的 这让蒋介青对他怀恨在心 但两人毕竟是兄弟 时间一长 蒋介石也就不再恨他了 后来蒋介石在逐渐掌握权势之后 念及过去兄弟二人在一起愉快时光 便开始扶持大哥蒋介青 想要发展一下家族势力 在日本的时候 蒋介石就看过太多强大的家族势力 因此他也幻想着有朝一日 他的家族也可以这样 有一个强大的家族 也可以让他的地位更加稳固 而且想要让家族势力发展起来 大哥蒋介青就是关键 当蒋介石在国民党中 日益接近权力中心时 在家乡的大哥听说了他的事 不远千里跑来投奔蒋介石 想让蒋介石帮他谋个差事 彼时的蒋介石正要发展家族势力 便顺势让蒋介青担任了英德县知事一职 虽然这个官并不大 但只要头脑足够聪明 也是一个肥差 而且这个官也不需要管什么事 每天只要安安稳稳的混个日子就行 但蒋介石没想到的是 蒋介青竟然会这么蠢 还没上任够半年就贪污了一大笔钱 这么大一个窟窿 蒋介石就算是想包庇也做不到 只能罢免了他的官职 而蒋介青的这愚蠢行为 也让蒋介石放弃了 让他在政府当职的想法 后来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 蒋介青便在婚礼上结识了宋美龄 蒋介青很清楚 只要自己讨好了宋美龄 自己以后绝对前途无量 所以在蒋介青的不断讨好下 宋美龄对这个哥哥的印象还算不错 在得知蒋介青没有工作 整日复闲在家时 宋美龄便看在蒋介石的面子上 给他介绍了一个美差 浙江海关都督 当这官不需要多聪明 做的事既轻松又油水多 只要是个头脑清醒的人 就不会出什么大错 看在是宋美龄介绍的 蒋介石便也没有说什么 只要蒋介青安分一点 这个肥差让他当也没啥 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蒋介青上任之后 仗着自己身后有个大靠山 丝毫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 整日只知道吃和玩乐 把政务搞得一塌糊涂 更过分的是 他还贪污受贿 甚至还擅自挪用公款 给自己买豪宅 这样恶劣的行径 让浙江海关内部的人 天天怨声载道 国民党高层 虽然收到了许多义名举报 但碍于上层蒋介石的面子 都没有受理 见没有人能管得了自己 蒋介青变得更加嚣张 整日胡作非为 甚至还收了一个进以为妾 面对同僚 他更是傲慢无礼 屡次对他人出言不逊 他的名声臭不可闻 没有哪个人愿意和他来往 时间一长 就连蒋介石也听到了一些风声 在听出了蒋介青的事迹之后 蒋介石非常生气 他立刻就将蒋介青 叫到了自己面前 狠狠的斥责他一通 面对蒋介石的痛骂 蒋介青的心里 也感到有些心虚 便当即提出了辞职 最后还是蒋介石亲自掏了腰包 填平了他的骷髅 蒋介石虽然将蒋介青痛骂了一顿 但他并没有对蒋介青有其他处置 这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 他们纷纷开始谴责蒋介石包庇亲属 说他一碗水端不平 这也使得蒋介石到了晚年非常后悔 他当初就不该就那样放过了蒋介青 以至于西安事变后蒋介青那个蠢货 因为害怕受到牵连竟自己吓自己把自己活活给吓死 这件事发生后蒋家彻底成为了他人眼中的笑话 无论是当初爱错美质子还是错杀杨古城 以及放过蒋介青 这都和蒋介石的性格脱不了关系 他公私不分 优柔寡断 最后不是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就是错杀了好人 而他这样的性格最终也导致了他失败的结局 他失败 好 好